就是一些他的死忠支持粉 我们俗称的韩粉 应该看到会直接 快给我来个石卷之类的吧 太奇怪了 用卫生纸 然后上面有一个人物的头 对 头像 宋人嘛 如果是要交换很惊爆的那种 应该可以 2020总统大选打得激烈 Puso小物不甘寂寞 刮起讨论旋风 甚至热卖到严重缺货 不过卫生纸运上政治任务肖像 可不是台湾的创举 美国总统Trump 他在参选跟当选之后 很多人讨厌他 讨厌他的人故意 把他的脸印在卫生纸上面 那么上厕所的时候就会用到 这其实是有一点调侃 这个Trump的味道 就是喜欢的人他自然就会买了 但是如果不喜欢的人的话 就不会去购买这样子 对 我们来讲 我想是那个 Mental的东西 比那个好玩的东西还重要 牛肉比较重要 我们要去吃牛肉片 牛肉比较重要 结合电影和动漫人物 让政坛上的大咖们 有耳目一新的新印象 也让这场激烈严肃的总统大选 多了轻松话题 欢迎新闻王家姐 一日晴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